我本來就像雨天啊 路邊一顆 嘴巴抽動 榮樹 可以 看一可能無效 KID在該家面臨主持狀新聞 最難熬的一集了 你們為什麼想問一下 像我每次在直播的時候 我都會這樣子 欸好像熊熊 哇 身材 可是他是開心的喔 他是開心的狀態喔 他們要反抗喔 他太激發有罵啊 沒關係 沒事 我已經被罵習慣了 你怎麼知道我是開心 你不知道有一個叫做 想言歡笑嗎 你講得蟲欸 你不能害我 我是開心的 耶 耶 真心 你今天身材好像又更好一點 你是不是怎麼樣 不要管我 我也是 是招勞啊 我也是 都是節目下過 都在隨便時 有檢測會被警察抓喔 我以為黃偉廷 帶著新戲碗牌辯護人 走過新冠的ROM新聞 但是KID的小時候 來到東武大學法學 學習法庭 開啟場超荒謬 不專業辯論賽 來 請博生 好 我們要選 對 大家好 我本來就像于天啊 路邊一棵榕樹下 我這麼會唱 路邊一棵 嘴巴抽動 榕樹下 可以 不是可以啦 而且 我每次回到家裡面 我媽每次都會尖叫 于天大哥來了 因為我媽是于天大哥的粉絲 然後他都以為他兒子回到家的時候 很像是于天大哥 連我爸媽都自己認為而已 所以 我當然像于天啊 不然還像誰 其實我先老實講 你之前胖的時候真的很像于天 但是自從你執行了168之後 其實你有一點點像于文樂 因為其實你跟于文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說手臂刺青 于文樂那個落腮虎也是有 于天也有 于文樂還是唱片歌手 你也有出過唱片啊 我是于天大哥有唱歌 我有唱歌 于天大哥的主持 我也現在正在主持 我是不是比較像于天大哥呢 誰 站出來 請站出來 請各位 看 CATS長相 放電 對著鏡頭 下巴臺 是不是 下巴臺有沒有 是不是像于文樂 根本就是啊 哪裡像于天 我想要請問各位 鴨萍呢 鴨萍 我跟你講 其實從 從眼神就看到超過他的魅力 鴨萍 你出喔 阿翔選呢 你在怕麻糬啦 你在怕麻糬 OK 這個這個 這個沒有你 可以反駁 我只是覺得你的魅力都還在 就像于文樂那樣 可以給觀眾不一樣的KID 就是于文 于文 于文 你就是小于文樂 你跟他講于文天 于文 你跟他講于文天 來 我贏了 我們贏了 于文 我的掌聲 被他直接講我們是于文天 你就是于天啊 你就是小于天啊 要幫你你還不要 謝謝以上 通過這次辯論 嫌不敢結論 不知道于文有沒有資格 請問王牌辯護人呢 你來 你來 他上次在跟于文打招呼吧 想問一下 為什麼 你想要來這個舉手 對 于文 人家耗心 人家開心 他整個眼球的灯爬都會來耶 而且我以為剛剛會摟他 你剛剛右邊眼睛是沒有眼球 因為你的眼球爬到左邊去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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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是會玩的嗎 我會 好 好 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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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答了 有啊 你白癡 你是嗎 你是花癡啦 花癡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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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後製有幫你上花耶 雨薇 雨薇 妳在叫你老公喔 妳在叫老公喔